在荒芜人烟的地方隐居,你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体验吗? 人称老王的他,独自在丛林生存超过一年,他在这里白手起家,现在拥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园,每天的工作除了给动物找吃的,就是盖房子。 为了养活这一大群鸡鸭鹅,老王每天都要花费时间来寻找食物。 最近,老王的母猪生下了一窝可爱的猪仔。 老王对这些小生命非常重视,刻意安排了时间和精力照顾它们。 他给猪仔准备了营养丰富的食物,为它们准备了卫生干净的住所,并定期为它们提供适当的锻炼。 虽然照顾猪仔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但老王非常享受这个过程。 他喜欢看着这些小生命在他的照顾下茁壮成长。 毫无疑问,照顾这些猪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 但是,对于老王来说,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 他的热情和专注,将让这些小生命获得了最好的照顾。 为了让小配骑们能获得更加充足的食物,他决定到山里寻找新鲜食材。 于是,老王背起骚里骚气的小背带,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准备出发。 深山里荒芜人烟,周围都是茂密的丛林,这里也都是人之罕至的地方。 正因为如此,植被被保护得相对完整,正是寻找新鲜食材的好地方。 经过几公里的跋山涉水,穿过蜿蜒齐去的山路。 老王终于在一处小山坡发现了几棵香蕉树,于是上山就是一顿操作。 吭吃吭吃几下就放倒了一棵香蕉树,这正是老王寻找的新鲜食材。 拿上战利品,老王马不停蹄往家里赶,然而就在半路,他居然发现了路边长着不少木瓜树,于是捡起树底下的木棍,咚咚咚捅了几下。 木瓜就像个桌球一样,被老王一击击中,老王深知,木瓜是产奶的好食材。 木瓜含有一种叫做木瓜酵素的蛋白酶,可以帮助消化蛋白质,增强胃肠道功能,从而促进乳质分泌。 这么好的食材,老王当然不能错过,所以将它们全部收入囊中。 带着满满的收获,老王准备回家处理新鲜的食材,山那边的炊烟鸟鸟鸟,正是老王隐居的地方。 回到他的隐居小院,首先要将木瓜剁碎,然后全部加入正在熬制的猪食之中,给这锅猪食注入丰富的营养物质。 紧接着,老王又将刚才扛回来的香蕉树心全都切碎,它们将与木瓜混合在一起烹煮。 这就是配其们一天的食物,否则已配其们的食量。 普通食材肯定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。 趁时间还早,猪食没有煮熟,老王计划给树林里的母猪制作一间临时小猫。 老王走进一片棕榈树林,长势旺盛的棕榈树正好合适利用。 身高1米8的老王,不到两分钟收集到几片树叶,拿回小树林之后,然后铺设在早早搭建好的木架子之上。 这就是母猪临时的庇护所。 虽然这里距离猪圈比较远,然而神通广大的八戒,早已发现了这块地方。 这里有专门为母猪准备的食物,同时也吸引了来自远方的八戒们的关注。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,八戒完全不考虑母猪需要更多食物,因为它身边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猪。 为了母猪和刚刚降临的小猪仔能够住上暖和的猪窝,老王同样搞了点木屑,用来给猪窝铺点软绵绵的东西,这样睡起来会更舒服一些。 而另一只母猪,早早就搬进了鸡舍,因为这里的环境更好一点,更利于小猪们的健康成长。 这只猪的智商,没有140,应该也有99,真是个大聪明。 为了母猪获得更加丰富的营养物质,老王今天还特意加上许多玉米粉,平时他都舍不得多加一两。 现在为了母猪能多产奶,老王可是下了血本了。 毕竟自己的丛林养殖事业,就此拉开了畜牧,马上就能成为大农场主了。 如何在丛林里建造家园,这位帅气的大叔,从一无所有,到现在拥有了漂亮的木屋,以及繁华的农场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。 这里虽然偏僻,方圆几十里地都无人烟,但是经过老王的改造,不仅鸟语花香,而且菜园里也长出了丰硕的果实。 几十只土鸡土鸭,每天都等着这一颗的来临,只要老王端着粉红的篮子出现,他们就会条件反射地围过来,因为这代表着老王要发放食物了。 养活几十只鸡鸭,光靠数量有限的玉米粒肯定是不够的。 鸡鸭们吃完这一点食物,还需要自己到山里觅食,二师兄的自我觅食能力太弱,而且以他们的体重,走上几十米都会气喘吁吁,所以每天只能等着老王来投喂, 简直就是懒人自有懒人福,会哭得孩子有乃是。 母猪自从在丛林里生下小猪,就再也没有回过猪窝,干脆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,而且还能避免小猪们被二师兄踩塌。 小猪出生以后,老王的干劲更强了,除了每日基本的劳作,他还不定时地来探望这群小可爱,呆呆萌萌的模样,直接把老王的心都萌化了。 农场的气氛非常活跃,成年的鸭子在水里忙着嬉戏,劳碌的母鸡也在抓紧时间孵蛋,而老王也要忙着制作新的家具。 昨天才制作一张崭新的桌子,今天他打算再设计一个置物柜,首先把木材来的全身抛光,粗糙的表皮一下子就变得光滑起来,所有的木板都需要经过这道工序,这样才能保证新家具不待到此。 这些长长的木板显然不合适制作架子,老王将它们一分为二,紧接着两块木板为一组,并且使用铁钉将其固定住。 不得不说,老王敲钉子的手法还是很专业的,钉子完全没有出现跑偏的状况,一块木板上,钉上整整齐齐的四条木头,按照牛顿力学的计算,至少能承受80斤的重量,完全不怕倒塌的情况。 接下来,在最上面和最下面两根木棒上,固定两块木板,再把另一侧的挡板也定起来,从而形成口字形的外形,依法炮制,将剩余的两组木条,同样使用木板组装起来。 这就是一个简易的实木制物甲,因为担心木板不够稳定,于是在它们的侧边,再定上十来根铁钉。 为了防止放置物品的时候物品掉落,老王特意在木板的垂直位置,专门设计了矮矮的防摔板,这样的设计,物品就很难轻易掉落,为它的人性化设计点个赞吧。 三层的置物架子大功告成,老王使出吃奶的力气将他搬回厨房,轰落落的厨房一下子温馨了许多,至少有了生活的名量。 接下来,再把以前旧厨房的家具重新装回来。 这是老王吃饭的家伙,直接钉在木墙上就很方便拿取,紧接着,老王把仅有的几只碗摆放起来。 从小到大一次排列,可以看得出他是个有追求的男人。 现在,再摆放好几种调味料,生活的格调瞬间提升了许多,再烧点开水,沏上一壶茶,就可以享受人生了,想一想自己亲手打造的世外桃源。 从一开始荒凉的野地,那时候还是寸草不生的状态,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,才得到了如今生机勃勃的农场和家园。 转眼间,往日还是小小的佩气,如今也生下了小猪,老王也感叹时间过得很快, 不知不觉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,离他远离城市的喧嚣已经很久了。 如果不是当年坚决辞掉知名企业的高薪工作,如今的他应该还在办公楼里加班加点,埋头于电脑屏幕之前。 好在,他选择了放弃那一份工作,然后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开荒,建造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。 从这一年多的生活情况来看,那次决定一点都没错,这就是他要追求的生活状态。 自由而美好。这位国外大叔,原本是高级白领,一年前来到山林里开荒,并且圈地种菜,而且还建成了两栋小别墅,简直就是丛林隐居界的天花板。 为了巩固地基,老王不惜重金,花了两百万从山下买来砖头,准备把房间的地基加固起来。 首先他用粗粗的细绳拉出笔直的苍烤线,然后再用不锈钢大铁铲,将干巴巴的泥土挖开,沿着苍烤绳坑吃坑吃挖了一圈,泥土一趟又一趟被运往小树林,工作效率还是有点高的。 不到半小时,地面上的沟壑就挖好了,紧接着开始筛泥,一大把一大把的泥沙经过过筛器,留下的都是均匀一致的沙石,这才叫精致人生。 霍泥将成为了老王拿手的绝活,经过几十次大大小小工程的锻炼,老王已经完全摸透沙子,水泥,山泉水的混合比例,每一丁点材料都被使用的淋漓尽致,毕竟山里的物资资源稀缺。 接下来,将砖头按照参考线的指引,一步一步砌好,每一个角落都要砌出标准的90度角,这就叫做砖页。 别看这小小的几十平方面积,老王却花了两天两夜才完成,小伙伴们觉得老王花的时间长吗? 自从参观完欧阳火的神仙居,回来后他就着手改造农场,争取早日超越欧阳火的神仙居,就在今天,老王准备来点大动作,他决心给农场来个超大工程的翻修改造。 具体怎么翻修,这一定会颠覆你的想象,我们一起往下看。 早上七点六十六分,老王伺候完家情家畜,然后就开始砍掉后山坡的树木,给将要改造的农场增加用地面积,砍出来的木头可以回收利用,晒干后变成柴火。 紧接着,老王一不做二不休,回首就将室外厨房给推倒了。 看来这个建筑物不入他的法眼,于是才变成了本次改造升级的目标之一。 然而这都不是重点,他步履蹒跚来到刚建成不久的洗手台,拿起钢筋就撬开了踏板。 不知道的人,还以为老王不完了,准备结束室外隐居的生活。 就在这个时候,路口突然响起噗噗噗的声音。 原来这是老王预约的挖土机进山了,原来老王五天前就下山寻找机器。 但是这里太过偏僻,现代化机械不能直接进来,必须一边前进,一边挖路,最后经历了四天多的时间才顺利抵达老王的隐居。 挖土机大哥是镇上唯一的挖掘机司机,经过与老王友好的握手之后,老王便开始给挖掘机大哥介绍他的农场。 首先老王计划挖掉这个鱼塘,重新规划土地建设,然后还来到小山坡上,大手一挥,洋洋洒洒地给挖掘机大哥讲述他的规划篮。 挖掘机大哥也是听得心花怒放,差点连挖掘机都启动不起来。 好在经过世纪描冷静之后,挖掘机就轰隆轰隆开始工作。 这个时候,老王拿上铁铲,然后跳进鱼塘,随后他竟然挖开了糖滴,让池塘里的水都哗啦啦流走。 挖掘机大哥此时也没有闲着,他正忙着挖筒,准备填平这块小鲜鱼。 很多小伙伴都在问,池塘里的鱼是不是都被鸭子吃光了,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答案,只见老王将水放掉九成。 紧接着他就拿着水桶再次跳入池塘,无处遁形的鱼儿已经感觉到了不安,抓鱼摸虾也是老王的绝学,经过几番摸爬滚打,几条大鱼被他完全拿捏住。 就连一开始放水的时候,顺流而下的鱼儿也没有逃出老王的手心。 这下子,那些整天操心鱼被鸭子吃掉,或者水太浅。 鱼养不活的小伙伴们,应该放心啦,这个小小的鱼塘最终还是不负期望,养活了一匹鱼。 那么小伙伴们,你们认得出老王养的鱼都有什么品种吗? 老王还是那个老王,干气狠活简直无人能敌。 大约一年前,老王来到这里开荒,并且通过引入山泉水,建造了一个大大的小鱼塘,而且花了五千亿斤八部为必购买鲤鱼鱼苗。 时隔一年,他终于抽干鱼塘里的水,然后开始抓鱼。 很显然,经过一年的滋养,鱼苗都已经长大成鱼,正好被老王抓了个挣着。 随着挖掘机持续工作,老王的小山坡已经被产平,施工现场积累了几百方泥土,光靠人工处理肯定不现实。 于是老王花了大价钱,又请来一位专门运送泥土的拖拉机,两部机器搭配起来,很快就将挖出来的泥土消化得差不多了。 如果这些活都靠老王手工处理,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。 老王许久没有与人同餐,山上难得上来两个活人,高低得整几杯活跃一下气氛。 于是老王鲨鱼宰虾,准备来个野外party。 正好今天放水抓到了几斤大鱼,用来招待客人是最好的食材。 一种食材就能做出几样菜式,首先调一点蘸料,然后把鱼夹起来,准备来个烧烤。 虽然场地条件有限,然而老王却没有因此受到限制,架起几块石砖就当成了烧烤架。 最近地毯经济比较火爆,也许你也参与了其中,老王在荒山野岭架起了烧烤架,变成了荒山的地毯。 经过五五一十七分钟烧烤,三条大鱼最终完美烤熟。 接下来老王还要到树林里采摘点野菜,这些野菜看起来比较奇怪。 聪明的小伙伴们,你们认识这种野菜叶子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老王把剩下的鱼全都放到油锅里进行油炸,十分钟之后,再撒上刚才摘回来的叶子,然后加入适量山泉水。 中火开始慢炖,几分钟之后,一锅香气扑鼻的鱼汤就熬好了。 此时也正好到了饭点,财狼来了有棍棒。 朋友来了有饭菜,老王的饭桌终于在一年之后,迎来了客人。 经过两天两夜的施工,老王规划的建设区域已经挖得差不多,你无法想象,原本荒凉的一块地方,如今被老王改造得有模有样了。 他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隐居点,仅靠一人之力,肯定无法在短时间内把山坡的泥土挖开。 所以请来挖掘机辅助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将来的农场,老王将会建设一个更大的鱼塘,用来养殖更多的鱼类,以后就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蛋白质了。 老王的农场建设之路还在持续进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王的日子过得太自在了,一个人在野外整出了世外桃源。 经过几天几夜的施工,建设用地已经挖掘到位,今天他准备好好规划新的鱼塘。 头一次到这里来的挖掘机陈师傅,显然非常好奇这里的生活。 一大早就来到山上,偷偷学一学老王这一年来的劳作流程,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用得上。 老王并不害怕技术被陈师傅学走,并且还一边做工一边教学,生怕这门技术就此失传。 玩归玩闹归闹,开挖鱼塘最重要。 老王和陈师傅来到工地,然后隔空给这块规划用地画上标记,也不知道陈师傅听没听懂,爬上挖掘机就要开赶。 万事开头难,首先要给挖掘机修一条路。 再挖一个机位平台,这样才好操作挖鱼塘的工作。 63分钟过去后,挖掘机填出了两米多高的堤坝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老王这是在建水库。 就在这个时候,老王发现于堂底部还有几棵小树,这都是从欧阳火的神仙居求来的梨树。 这个秋天能不能吃上雪梨就指望他们了,容不得一点闪失,于是不管三七二十四,拿起铁铲就给梨树来了个搬家,完全不讲武德。 梨树好不容易才扎根小树林,没到三个月却又被移植到了新环境。 对于这些幼小的梨树来讲,简直就是盲人翻跟斗,瞎折腾。 今天不见,小树在一天一天长大,他们也来到工地凑热闹,别人在施工,他们也在施工,都在争先恐后地吃奶。 自从鸭妈妈孵化出小鸭子,一直都在兢兢业业抚养小鸭子,就在他们开饭的时候,贪吃的佩气闻到了香味。 不自觉地过来跟鸭子抢时,就连老王使出一身牛力,都没有阻挡住佩气干饭的热情。 经过挖掘机成师傅的修整,小院子现在就很规整,加上两栋小木屋,就有点商业中心开发前的节奏了。 老王此时也无所事事,蹲在堤坝上看热闹,挖掘机朝着泥土一勺挖下去,然后转个289度转移它们。 技术好的没得说。 堤坝的形状基本确定,是时候移植香蕉树了,首先在堤坝的下坡位置找准地方,然后挖开一个大洞,紧接着将半截香蕉树投种进去。 将来等到生根发芽的时候,不仅能吃上无稽香蕉,而且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,让堤坝更加坚固耐用,一看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 也许还有小伙伴记得,老王曾经种植过菠萝,经过几个月的生长,它们虽然已经生根发芽,然而并没有开花结果,它们原本种植在距离竹林不远处。 每天都要跟竹子竞争阳光,还要与附近的小草竞争养分,所以一直都没有长好,迟迟没有开花结果。 现在移栽到堤坝上,老王希望它们快快开花结果,早日吃上野外菠萝。 老王沿着新挖的鱼塘周围,间隔三到四米就种上一株梨树,将来等到树都长大,夏天不仅可以在树底下乘凉,还可以坐在树下钓鱼,想一想都觉得美极了。 虽然这里的泥土吃水性比较好,但是为了以防万一,陈师傅在挖出了大致的鱼塘外形之后,惯例性地使用挖斗拍拍泥土,给堤坝来个加固,这样一来就能降低绝低的风险。 果然是村里唯一的挖掘机司机,经验非常老道,考虑得也很周全。 绝对不允许自己挖出来的鱼塘,会因为一点点细节问题而败坏了他的名声。 虽然老王给的工资不高,但是活还是得给老王整得漂漂亮亮的,这样才有个好口碑。 经过几天几夜的劳作,挖掘机终于不如使命,完美完成了修整小院,开挖鱼塘的监局任务。 同样也见识到了老王的真实山上生活,以后自己老了,说不定也会像老王一样,找个清静的地方隐居起来。 陈师傅的工作是完成了,但是老王的工作却刚刚开始,接下来他会怎样建设这里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